銀色轎車開出寒洞 被左邊執行轎車狠狠撞上 整台車原地打轉270度 還波及等紅燈的第三台車 这是7月30号出的意外 7月23号两台黑车也是同个撞击点 6月14号白色轎车也从寒洞出来 被撞到保险感脱落 銀色轎车整台失控滑行 还骑上分隔道 同一个路口两个月内连三撞 民众不解为什么开到这里就撞车 路口太常出车祸 不计民众竟然习惯了 地点在西濱快速道路 与口湖乡云143线交汇寒洞 不守驾驶疑似不熟悉路况 出寒洞时没有停等红灯 就直接往前开 再加上视线死角 左侧绿灯来车根本来不及反应 寒洞口成为车祸热点 入口号制时常让人会错意 民众质疑难道是设计有问题吗 相关单位说还要研议 警方将会加强取缔闯灯行为 另外台中大理有送货员 逆向骑车积落顺向的诚信骑士 他连人带车喷飞好几公尺 下坏旁边渡人信号命大只有轻伤 记者六面环香不理云杰云林台中综合报导 红色双载机车出现 远景立刻尾随上前盘查 其实心虚还想往前钻 仅用机车赶紧挡住去路 后方支援警力也一拥而上 当场在淡水闹区上演街头压制 原来这两人才刚持刀砍伤人 这班在新北五谷区五福路 二号上午八点多 三十五岁的灵性男子 在上班途中遭两名青少年持刀挥砍 道场左上臂左手被划伤 左后背出现二十公分的刀伤 现场血迹斑斑 场面触目惊心 附近民众见状立刻报警 一度传出是恐怖的随机砍人 不过警方调阅监视画面后 发现两名犯案的青少年 穿着黄色羽衣 骑上红色机车 特地从山重来到 林姓被害人的住处楼下 埋伏约两个小时 排除随机犯案可能 怀疑是债务纠纷 引起杀鸡 两名犯嫌中路左右 在淡水一处入口落网 针对犯案动机 两人必中就亲 工程作案用的刀屑 已经随意丢弃 警方也将继续深入追查 理清双方的关系 全案也疑伤害罪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接下来杨树深层关于新美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身穿红色衣服的员工 拉着摆满剩饭的推车 走到电锅旁 打开锅盖 再把客人吃剩的白饭 一直一直挖起来倒进去 不过 仔细一看 店员竟然将剩下的白饭 全部挖进保温用的电锅里 而且动作相当熟练 拿着饭池 一碗接着一碗挖呀挖 挖到一半时还突然停下 将不干净的饭挑起来弄到旁边 离谱画面全被用餐顾客拍了下来 民众爆料日前到花莲一间餐厅用餐 店员竟然当着顾客面前 把客人剩下的白饭 回收倒入电锅里 疑似要二次出餐给其他客人 向店家反映 店家表示白饭是回收的 但回收为何要放进电锅 客人还是觉得很夸张 画面曝光全网炸锅 网友直呼太噁了 扎满客人的飞沫再倒回去饭锅 面对网友指控 业者急忙解释 那些回收饭都不会再卖 给他们直接供带上去 不会急温压 老板表示 有监视器作证 扇犯除了会丢进厨余桶 就是员工带回去危机 业者怀疑是统业恶意重伤 不排除提告求偿 就算是做厨余回收 但把扇犯直接放进电锅 这个动作 真的是怎么砍怎么倒胃口 记者留起家 过一轩花莲采访报导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